他是科幻片中美学视觉的天花板 也是无数人心中最完美的虚拟世界 元宇宙的概念在他面前也只是弟弟 他就是上映于11年前 领先同行骑马10年的创战绩 时间先回到20世纪80年代 身为电子游戏教父 同时也是游戏领域龙头企业的创始人强哥 却突然的离奇失踪 留下庞大商业帝国的同时 也给唯一的儿子阿强带来了无尽的伤痛 所以长大后的他彻底放飞了自我 在得知父亲公司的现任CEO违背了父亲的初衷 向用户收取高昂的软件使用费用时 阿强偷偷地潜入了自家公司 黑进服务器后 直接将软件上传到网络上 供所有人免费下载 事后公司的另一股东老白找到了阿强 老白作为阿强父亲的老搭档 同时也曾经是阿强的养父 他并不是来问责阿强的 而是因为在几天前 他莫名收到了传呼机讯息 而讯息的来源 竟然是阿强父亲早已注销的号码 从父亲之前的游戏厅打来的 到了第二天 阿强来到了游戏厅 他意外地利用父亲留给他的唯一一枚游戏厅 发现了藏在游戏机后的一道暗门 原来这里是父亲曾经的秘密研究室 阿强好奇地准备查看计算机里的内容时 却没注意到身后一个特殊的装置亮了几个 还没缓过神的阿强刚冲出游戏厅 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父亲竟真的创造出了一个电子虚拟事件 可是还来不及探究的他 就被巡逻的飞船当作非法程序给抓了起来 接着 蒙逼的阿强就被四个美女蒙逼地扒掉了衣服 换上了特殊的作战服 并且安装好了身份圆盘 随后 他被强制要求参加格斗生存游戏 来到竞技场后 阿强还想跟对面这个僵尸脸的对手打招呼 谁料对面的僵尸脸人狠话不多 直接发动了攻击 阿强狼狈地闪开后 无意中看到其他场地有选手直接被圆盘击碎 作为资深游戏玩家的阿强 靠着多年轮子妈的尚份经验 成功解决掉了对手 接着他不按套路选择直接逃走 只是悲催地逃到了最终决赛的场地 而他的对手 是从未有过败迹的战神 于是 阿强就被战神直接按在地上摩擦了 危机时刻 战神看到了阿强手臂上流出的鲜血 他意识到阿强是尊贵的人类用户而不是程序 所以他立马停止了比赛 将阿强的情况上报后 阿强就被带到了游戏的大Boss身前 等到Boss摘下头盔 竟是阿强消失了20年的父亲强哥的面貌 可是对方冷漠的态度让阿强意识到了不对劲 果然等到Boss查看完阿强的光盘后 直接告诉他自己并不是他的父亲 而是叫做克鲁 说完后不等阿强继续问下去 再一次地将他带到了竞技场 这一次克鲁准备亲自上阵 跟阿强来一场生死对决 只见他从盒子里掏出一根棍子 跳到空中将棍子掰开后 一让光轮机车瞬间成形 阿强定睛一看 这不巧了吗 鬼火少年的最爱 随着两队人马机车车尾的光带展开 大战一触即发 但在机车性能速度的压制下 阿强的队友接连出局 眼看着形势不妙 阿强连忙呼唤队友寻求合作 在两人的配合下成功地解决掉了其中两个敌人 很快 阿强的最后一个队友也被克鲁解决 借着阿强的机车又被克鲁损坏 就在阿强陷入绝境的时候 突然一辆光轮跑车闯入竞技场 成功阻挡住了克鲁的同时救下了阿强 恼羞成怒的克鲁直接释放了战神拦截 随后光轮跑车直接炸开了竞技场的墙壁 在阿强的惊呼声中冲了出去 老司机阿珍亲切地跟阿强打完招呼后 带着一头雾水的他进入到了深山当中 在这里阿强终于见到了自己真正的父亲强哥 父子俩相拥而弃 随后阿强也终于从父亲口中得知了这一切的真相 原来当年父亲创造出这个虚拟电子世界后 为了更高效地改造这个世界 他创造了两个程序进行辅助 分别是创和克鲁 克鲁是强哥用自己的思想复制出的完美分身 用来管理这个虚拟世界 而创则是负责这个世界的保卫工作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虚拟世界经过自然演变后 竟然自动生成了全新的生命形态 艾索人 他们纯真无暇且智慧超全 强哥认为这是生命的奇迹 然而追求完美的克鲁 却认为这是这个世界出现的不完美 于是他直接发动了正变 幸好当时强哥在创的掩护下成功逃了出来 但从那时候起就再也没见过创 而艾索人也被克鲁彻彻底的灭绝殆尽 事后强哥本想返回人类世界 但是传送门却被克鲁直接封锁 他被彻底的困在了这里 一直到现在 因为阿强的进入 通道被暂时的打开 但是却只能够维持几个小时 阿强听到这里 想要立马带父亲离开 可是强哥却拒绝了 因为如果被克鲁发现了 拿到了他的身份圆盘 那么克鲁就能够借此从虚拟世界进入现实当中 而现实当中充斥着各种欲望和贪婪 到那个时候 作为完美主义者的克鲁 一定会彻底的摧毁现实中的一切 所以他只能选择被动的等待时机 但阿强却不愿意就这样做一代理 所以他偷偷的说服了阿珍 随后在阿珍的帮助下 他找到了能够帮他前往传送门的祖司 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 二五载祖司早就归顺了克鲁 于是在克鲁的手下收到通知前来逮捕阿强时 阿珍为了保护他也失去了左手 再紧要关头 还是强哥及时现身救下了他们 但是在离开时 强哥的身份圆盘却被抢走 无奈的他只能先逃命要紧 另一边克鲁也找到祖司 成功地拿到了圆盘 见到祖司还准备趁机索要整个城市的控制权后 克鲁轻蔑地一笑 随后直接又见点机让他彻底地被删除 失去了身份圆盘的强哥 也决定按照阿强的建议再次赶往传送门 他们巴上货运火车后 强哥开始对阿珍进行救治 当他成功找到受损的代码时 阿强也意外地发现 原来阿珍竟是仅存的最后一个挨索人 接着强哥直接拔除了阿珍受损的代码 重新将身份圆盘安装上去后 阿珍失去的左手迅速地开始复原 很快阿珍就彻底地恢复清醒了过来 当老父亲欣慰地看着正在打尽骂俏的两人时 突然火车的轨道发生了改变 接着静止地驶入了一艘巨大的战舰当中 阿强意识到 这是克鲁为了进攻人类世界而改造建立的军队 就当他们还在想办法怎么逃出去的时候 阿珍直接将自己的身份圆盘拿给强哥 他选择牺牲自己来掩护他们逃走 很快 巡查的战神发现了阿珍 干净利落地制服阿珍时 强哥也震惊地发现战神竟然是当年的创 只是现在的他已经被克鲁所控制 就在阿珍被创制服带走后 赶来的克鲁激活了强哥身份圆盘的同时 也开始召集自己的电子军队 随着克鲁发表完战争前的最后演讲 战舰也在同一时间被启动 朝着现实世界的传送口缓缓逼近 强哥试图让阿强回到现实世界 用杀毒软件一键删除清理这个世界 但阿强知道如果这样做了 父亲也将不复存在 所以这一次他说服了父亲 就在阿强偷偷潜入克鲁的飞船准备盗取原盘时 强哥也来到了飞船控制室 修改完守卫的程序代码 在经过一场激烈的大战后 强哥成功地拿到了交通工具 而解决完守卫的阿强 也成功地拿回了父亲的身份云盘 刚准备逼问阿珍在哪时 创就带着阿珍走进了飞船 见此阿强果断地先发制人 主动发起了攻击 阿珍这边也抓住士机 一脚将创串下了飞船 接着阿强带着阿珍利用飞行器 成功地和强哥会合后 三人驾驶着飞船朝着船送门赶去 然而他们的危险并没有几出 愤怒的克鲁带着创和手下 果断地开始追击 很快 一场熟悉的4399飞机大战就此打响 就当他们解决掉克鲁的其余手下后 他们的武器还是被赶来的创所机会 接着克鲁也来到了他们身后 毫不犹豫地倾泻着子弹 就在危机关头 创终于打破束缚回忆起了往事 随后静止地撞向克鲁的飞船 瞬间两艘飞船直接粉碎 坠落中的创刚想启动备用飞船 却被克鲁从身后偷袭抢走了启动器 另一边的强哥三人终于赶到了传送门 可是刚走上来 看到的却是等待多时的克鲁 人狠话不多的克鲁准备先解决掉爱演的阿强使 强哥却选择了直接投降 然而等到克鲁取下强哥的身份原盘 却发现竟然是阿珍的身份信息 原来之前在飞船上 为了稳妥起见 强哥就将自己的身份原盘跟阿珍进行了交换 意识到再一次被耍了的克鲁 奋力地朝着阿强追去 另一边 阿强在阿珍的劝说下 看着近在咫尺的父亲 无奈地启动了传送门 他们都清楚 这一眼就是最后一眼了 可是这时克鲁也顽强地爬了上来 见此 强哥毫不犹豫地启动了自己的终极权限 在最后时刻将克鲁重新吸收进自己体内 最后 一切都归于平静了 阿强终于回到了现实世界 同时也带回来一个女朋友 她决心完成父亲的梦想 改变这个世界 感谢观看